每次拆快递的时候,这些快递泡泡挺可惜的 在灯光向远仔细看看,这个纹理还挺好看的 无意中发现,撕下来这些泡泡抓一下中间就是个蝴蝶结,还挺好看的 于是把手上的泡泡都做成了蝴蝶结,没想到会这么兴起飘飘 家里有一个闲置的台灯架,把蝴蝶结系在台灯架上 这种台灯的LED灯泡是瓦数非常低,开几个小时摸上去也是个温的 所以不会烫到这个塑料泡泡 把蝴蝶结都系上去,真的没想到快递泡泡也会这么好看 再把珍珠贴在蝴蝶结的中间,做好了把它移到这边来 没有开灯的时候是这样子的,开上灯就像艺术品质的好喜欢